网报杨立伟去年降职设大老虎案官方回应越苗越黑,网报杨立伟去年降职,是因设徐台后张扬案图片来源,号称中国太空第一人。 得杨立伟,去年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不足三个月,就遭撤港媒披露内幕称。 杨立伟是因涉嫌徐台后张扬案,而被降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昨日辟谣,但被指越描越黑。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官方微博,1月19日消息声称2018年7月,杨立伟因达到领导干部任职最高年线, 不再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,属正常转岗从事在人航天工程相关管理工作。 消息还批评有人网络上恶意诋毁航天英雄对杨进行造谣诽谤,是严重污蔑和恶意重伤,将严肃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云云看中国。 特约评论员郑中原分析认为,官方为杨立伟辟谣,可能更在于杨,是官方树立的航天英雄。 这块招牌不被丑闻所困,而杨立伟本身职务的短期离奇变动,就没有获得合理解释。 因为杨立伟身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,才短短三个月。 升职时就没有考虑年龄问题,这是月苗月黑1月17日,香港明报称,素有中国太空第一人之称的杨立伟,是因涉及徐台后、张阳等人而被弃职。 但也因为这一头衔,而自保杨立伟,曾在2018年4月23日,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提升为政主任由傅居升郑,但不到三个月的7月12日,杨立伟便被替换。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原副主任好纯,接任在2018年12月12日的一场公开活动中。 杨立伟仍佩戴富君执资资历章另外,北京公布的改革开放一百人中由中国首个太空漫步的景海鹏,取代了杨立伟。 报导据此认为,未满54岁的杨立伟,虽能够因中国太空第一人头衔自保全身而退,但试图到负君执,也就到头了至于杨立伟与徐台后,张阳有什么关系。 倒霉,给出详情。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台后,2014年6月,被正式宣布落纳2015年3月,被通报因病死亡。 2017年11月28日,中共党媒报道前中共军委委员张阳,因涉嫌卷入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、徐才后等案,在被调查期间,于2017年11月23日自杀身亡。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2年倒台前后杨立伟曾传出涉案。 海外中文网当时披露说,杨立伟被薄熙来专案组约谈了解相关情况。 不过据说最终还是过了这一关聚知情者说,薄阳两人的关系,从薄任辽宁省长时开始。 知情者说,薄省长对杨立伟在辽宁的家人非常关照。 而获得了利益的杨立伟,对薄熙来,也非常感激很支持薄,也参与了一些薄势力的活动。 另外,杨立伟还与被称为薄党的义。 人赵本山是辽宁老乡关系,密切2003年11月,薄熙来为杨立伟举办的回乡。 庆祝活动上当时赵本山除了应邀道场表演外,还与杨立伟同台合唱。 2011年8月,杨立伟因着居服参加赵本山北京刘老根会馆的开幕式,而为外界诟病。 被大陆评论人士批评庸俗、无聊和势力。